欢迎各位收看剧场会客室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雷诗兰小姐 大家好 又见面了 又见到诗兰了 多谢你诗兰 上个礼拜你和我们谈讨了 你在话剧团早期的工作经验 我就等一个礼拜了 等一个礼拜 现在很想知道你 中期一点和所谓后期一点 你的工作经验和我们分享 还有你有什么领悟想告诉我们 对 如果说到领悟 我觉得其实真的领悟 我想我现在做了在话剧团 将近30年才开始真真正正有些领悟 是的 所以我最近演戏 有时我会跟大家和一些导演或演员的同事 讲起一些感受 我都说 做演员 原来我现在才发现 你真的越做 不是说越做越有信心 而是有时真的越做 越发现其实真的很难 你越做越发现 其实你真的不敢说自己拍心口 我什么角色我都能做得到 我上台我一定可以 你真的越做越不敢说这句话 我想你做其他行业 可能是真的 如果我是做过砌场的 等等的东西都是一个新的课题 永远放在你面前的东西都是一个新的东西 你都是要重新去想应该怎么做 所以这件事是一个做演员的行业 很不同的 但这个是不是最吸引的东西 永远不会沉患 不会重复一些东西 就算你说那部电影 做半个月也好 半个月之后有一些新的东西 是不是这样你会觉得很吸引的 是的 是的 你可以说可能 如果是难的话 你会觉得每天都是一个 这个压力不会因为你熟了而减少 每天你同样都是去面对 因为你不知道那天你会怎样 其实真的 就算演同一个戏 我每天都很紧张 自己每天都是上战场那种感觉 当踏上台板那一刻都是上战场的感觉 是的 但是这个就是做演员的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吸引的地方 这个行业里面 真的令你觉得 你会做到老 你还是要战战兢兢兢的 还是要去面对新的挑战的 这件事是很有意思的 那你去做些什么 令自己可以成功地挑战到他 这个我觉得 因为我好像也记得听过有人说一句这样的说话 就是说当你觉得演戏很难的时候 你才懂得演戏 就是我回想起上来 真的是的 虽然我也不敢说我现在很懂得演戏 但比以前懂得一点 就是因为我真的知道难 以前初入行我真的不觉得难的 那时候真的不觉得难的 是因为那时候以为演戏是表演而已 就在台上表演 表演我不行吗 我有表演能力 我声音好 我唱得 我跳得 我在台上摆个款出来 一举手一头捉我可以 就觉得 练战 所以那时候真的一点都不觉得 做戏是难的 初入行反而 还有可能真的 可能我以前受的歌舞团的训练 令我真是能骗人 真是能骗人 但这个真的有好与不好 我觉得 好处就是 可以说我在台上 不是不太难看 怎样样都是 别人看下去 这个人起码不会在台上 别人觉得他做什么事 一够犯 我想我就不会有这件事被人看到 但同样不好的就是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 令到有些如果他要求 不是很高的导演 他会觉得 容易收货 他看我很快 他就会觉得 行了 他行 虽然 但其实摆出来 其实来的真是有血有肉 对那个人物 其实是 绝对是有距离 但是你看得 他觉得你是 看得了 有些导演可能因为时间关系 因为什么 他真的不是那么多时间 但可能有些演员真的看也不能看的时候 他会浪费更多时间去执 他会觉得你能看得了 行了 过关了 这样 所以我就在这个过关 这个标准下 是生存了很久 而又觉得自己真的过了关 但是不知道 只是 其实一个演员 你只是过关是不行的 我就是 但是就是 吃这个过关 这个老本吃了很久 你说是哪一段时间 我想是在 我想是在我 90年 我离开过《华伪团》一年 在之前我觉得我也是一个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很多谢一个人就是King Sir 就是我91年回到《华伪团》 我做了一个《蝴蝶军》 就是King Sir的戏 在《蝴蝶军》 就是因为我之前演的 可能有一些 就算音乐也好 一些什么都好 其实都挺需要 总之你台形漂亮 你的反应OK 什么就行 那些戏 总之 总之 都OK 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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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OK 但是 到了《蝴蝶军》 因为他不是一个 那个角色又跳得很厉害 而且他不是一个很实的 或者是很连贯性 就是我的角色 所以你还是靠 站在那里演的 就不行了 很多东西是不行 真的不行 我真的很感谢King Sir 他用了一晚的时间 好像是重新训练一个新人 让你学习什么是真听 什么是真交流 将整个角色实在下来 又如何实在下来 所以 那一刻突然就 好像开了竅 突然明白 哦 原来是要这样的 是真正在内心里面的一些表达 或者你真的要跟对手 要如何做 突然间那一刻就开了竅 所以从那次开始 才开始很严重地 发现自己的不足 以前我真的没有发现自己的不足 因为真的 以前我只是听到很多导演 我一直都是赞我好的 他那种赞我 我怀疑是 以一个演员的 我觉得是一个天分 或者是一个能力 是OK的 但是 不是一个真的 真的去 藝術上那种 那种严格的要求来说 我觉得不是 自己后来会知道 我 是没有真正懂得做戏 我真的做戏 真的好演 而不是生活在里面 这是一个很不同的分野 但是可能我以前做的 可能很多导演选我 又会觉得真的看我的形 所以我的形是OK的 永远在台上 就已经觉得是合格了 所以我也没有遇到一个太大的问题 我说我不行 真的可能 在做蝴蝶军的时候 我就有很大的问题 真的 你因为那个角色 你跳得很厉害 你如果那个角色 里面的东西 你不能捉住 你是根本不知道 应该怎么做的 他没有一个过程 他因为失望 然后难过 难过 然后愤怒 他没有一个这样的 他可能这场还是若无其事 谈谈 下一场就愤怒了 你中间的事情 你是怎么去呢 你要怎么从对手里面 拿到给你的力量 或者给你刺激到你的行为 这些是没有的 那你就一定要 真的 没得你去演 我也是用一些 懒去演 自己又觉得辛苦 自己也不入信 愈演愈虚 那种感觉 Kin Sir真的看不过眼 但我就很感谢 Kin Sir真的 用了一晚的时间 来去训练 我想我 作为他来说 真是好像 以前杨世鵬说 你来画剧团做事 你是来演戏 你不是来学习 我这个学习 你入演员学院 但很感谢 我没有机会入院 但很感谢Kin Sir 完全当我是一个演艺学院的新生 来训练 我想当时的Kin Sir 他没有什么机会去教学生 他不少教 他已经在上面 他不是做老师 但我很有幸地 Kin Sir很好地 好好地教了我 一堂很厉害的课 你也很厉害 气强学院院长 移浴部 帮你补课 是的 补课 我补课了一晚 全晚他都没有排其他的电影 只是搞我 就是搞定了 我很感动 我永远都很感谢 真的很感激 很感激 我觉得在真真正正正 令我开始明白 其实什么是真正的演戏 演戏是什么 是那时候开始了 但当然后来我都遇到很多问题 你也知道演戏真的不是容易 我亦都 在话剧团的另一个转捩点 我想我是去了外展 外展有很多人会觉得不好 作为演员来说 可能是属于一个厌户性工作 既不能在大舞台上演出 我还要不停教那些学生 那些学生当然不是有什么好的资质 但我在这个过程中 让我学了另外一件事 就是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学会 如何教别人 其实如何教 因为我不是演外学院 我都没有人教过我 那我如何教别人呢 所以这件事促使我 也要学一些理论 一些教学方面的东西 那你经常都是这样的 譬如你说你没有学过音乐 你真的做了音乐老师 你经常都是这样的名水 是的 经常都是这样的名水 真的无端端 那我就要逼着我要去学 学如何教别人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学如何教别人是很好 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学过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学习 还有很多很基础的东西 我不懂的 我都因为这样而自己 要去学习很多东西 另外一个就是 另外一个就是 去学校的演出 每天都是重复重复重复 演出同样的东西 这个其实我觉得 挺磨练到一个演员的 你那个毅力的内心 因为你 还有你那个 要有一个理念给你去支持 我会想 因为你每天对的学生都不同 还有这些学生 有时候他们很鼓励我 譬如我试过 我很记得 我那时也有写过一篇 我去屯门演出 演员有一个学生 很开心 走过来和我们聊天 他就说 他真的从来没看过舞台剧 他说 这次才有机会第一次看到舞台剧 他说你们很厉害 在台上 又可以做这样 又可以做那样 我就会觉得 原来我们是服务了 或者带给了一些 从来没有机会接触画剧 没有机会接触舞台的一些年轻人 带给他们一些很新鲜的东西 我相信这个经验 对于那个小朋友来说 他这一世是一个很难忘的 很特别的一个经验 我觉得我们在剧场上 我们每天演 那些来看的 都是看了无限多次的 他只不过对于他来说 可能都是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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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开心的娱乐 或者什么 但是作为那些 在偏远地方的 这些小朋友来说 他真的是一世 十多岁人 他第一次接触这一样东西 而且以后 他还有没有很多机会接触呢 都不知道 是吗 我觉得 在他的生命里面 这是一个 一个闪光点 我觉得我们做了这件事很有意思 而且教学也是 其实我很大一个程度 所以我也挺有心机教的 那些小朋友就是 我会觉得 他们来到 我不是只想教到什么 演戏的东西 给他们 我是想他们会 体验另外一件事 例如认识自己 和其他人 如何表达自己 如何和别人沟通 我希望他们来到 用十多天 例如两个星期 来到我们这个 训练营 戏剧营 他有一个 和他在学校不同的体验 他在这里 我们不会像老师 去品评他的能力 或者批评他很多东西 或者怎么样 他总之来到 他就很开心 他就会 体验一些 很在学校不同的东西 就算他在学校 可能是 读书不太好 那个是被别人歧视 但是来到这里 我都会 非常重视他的 都会觉得他是一个 很可爱的小朋友 是一个很有 就是我会找一些 很可爱的东西 给他做 他做完以后 我会很赞他 我觉得 这个对一个小朋友 他生命里面 可能又是一个 很不一样的 一个经历 我觉得 这件事也是 所以就说 所以有时 我之前 我也有跟你说 我很认同 潘燦良 他有一次说 他也是 做了很多年演员 以后 当你在一个舞台上 在想 我还有什么要追求的时候 他有想 他说 很多行业医生 会医病人 减少人的痛苦 延长人的生命 厨师 可能做些很好吃的东西 给别人吃 很开心 演员到底 我们存在的价值 我们工作的意义在哪里 所以他也想去做一些 我们是否通过一些戏 去触动人心 去令到人在剧场看完 不是只是一个 嘻嘻笑笑 或者他那个灯弄得挺有趣 他那个什么 他那个衣服挺有趣 不是 他刚才扮傻 扮得好似 不只是这样 而是 就是我们在表演里面也好 在演戏的主题也好 在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 把自己融入的角色里面的 那种的宣示 或者我们的表达也好 是令到观众有一个触动 所以 我觉得 每一个演员 有时真的 到你演戏的时候 到某时候 我觉得不只是 把焦点放在 我怎样拿彩 我怎样演出来 是别人觉得我好看 或者我怎样 令到观众有很多笑声 而是 我怎样真的 令到那个人物 我想表达些什么 我想通过这个人物表达些什么 我觉得 有时 慢慢 真的会去想这件事 我觉得如果你这样想了以后 你演戏的 演戏的 可能是 一个使命感也好 你那个 会更加有意思 你的付出也觉得更加值得 Cela 我想问 例如你刚才说 要有使命感 或者真的想到自己 要做什么人物 而通过这个人物 去表达到什么 例如 我知道我要做这件事 但如果我是一个演员 我的手段 如何去达到这个目的 如何才能令自己 做到一个好的演员 做到一个好的演员 首先 我会觉得 我经常说 做戏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你要令观众相信你 当然你要真 做演员的事 最重要就是这样 你不真 观众就不会相信 不会相信 就算你这个角色 你做戏 做抽紧也好 你根本人都不相信 你是这样的 就算他这个人物 本身是多么感动人也好 但你演出来 也不会令人感动 我会觉得 做一个演员 首先 很多事情 你要 其实演员 我觉得很重要 一件事 你要令人相信 因为我们其实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特质 在里面 有些事情 你要放开自己 你要放开自己 可能你演的角色 我不说 好像我刚好演员的 《最后晚餐》 也是的 第一次演员 我是用我雷斯兰的感觉去演员 台词当然你可以照样 但不是那个人物 你觉得不是那个人物 为什么呢 那个问题出在哪里 为什么我做不到 这个人物要的那种反应呢 那样的事情 你就要慢慢去想 到底你和这个角色 我自己本人 和这个角色的 距离在哪里 不同的事情在哪里 你要找 然后我知道 因为是这样 譬如我说 《最后晚餐》 这个是妈妈 为什么她经常 沟通不了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 挺普及的社会问题 因为我演员 其实有一晚 我有一个 都是我们剧场中人的 陈小欣 我朋友 他是演员 他看完 他来和我说的时候 他不停在那里哭 他说我一直看 我就出现好 他太熟悉了 那些片段 好像是我和我妈妈的相处 那些浮现 我妈妈经常说的 他理解不了我们的心 而我们又会觉得很烦 他又很想理解我们 于是他不停发表他的意见 但他的意见完全 都不是我们想听的 于是他做子女 又会很烦 就会扔他 或者扔一些说话 很不耐烦 于是他又很怯 就像个小朋友那样 他说你一直演 我就觉得 我就浮现了 他说很不开心 我都不想我这样对我妈妈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 有时的相处就是这样 之后你都会想 为什么他这么负气 但当时他真的激到你把火 扯火 那样的事情 我就说 有些事情 你怎样去演得真 你一定要很实在 你要找到一个 这个人的思维逻辑 他和我的思维逻辑很不同 因为大家的背景 文化背景很多东西很不同 我就要找到一个 到底他的思维逻辑是什么 我要进入到他的世界里面 就是这样出来 就像是那个人 就是那个人 别人才会相信他所说的所有东西 他的行为 他的做法 别人才会相信 才会被他感动 是 是 所以这个过程 就是 我觉得现在 对于我来说 其实这个反而是最难的 真的是最难的 所以有时演这些 这么生活的戏 其实就是最考的这些东西 你真的要很 要把自己 有时我们说 就是上身 你真的要上身 就是那个角色上了我的身 才行 这样 是的 但我见你很幸好 我后来跟着去后台看你 你也很快就来到 是的 是的 哈哈哈哈哈哈 是的 但是我会 所以做这个戏 我每天都会提早很多回到剧园 我很早就穿了那些衣服 然后我很早就去等待 因为平时可能有些戏 我会 观众入场 或者剩下五分钟 我才去等待 但是那个戏 我通常会早半个小时 我其实已经站在后面 有时我甚至观众看不到 我已经进了一个小厨房 摸一下那些墙 看看碗碟碟碟 就是自己去感觉 这是我家 我是那个妈妈 我在这里生活住 就是给自己多一些这些感觉 是 除了这个戏 你有没有其他一些戏 一些角色 你特别自己深刻 有什么想和我们分享一下 你那个创作的经验 特别深刻 其实有些戏 譬如 之前演《你三世的皇后》 我都会觉得 因为以前 比起我以前演这些戏 我会觉得很假轻就熟 只不过是 很漂亮的声音 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 台型 但是当然 在排队的时候 林立三导演 他也有希望的角色 他说 有些事情 反而 演员不好 因为角色 譬如他有些事情 是 很悲愤地说的时候 或者有些事件 很悲壮的事情 发生的时候 或者 你就用一种很直觉 就觉得 哇 这个地方我要澎湃 我要怎么样 他说 有时未必的 当一个人 你那种痛 不是一般的痛的时候 他反而会沉下来 譬如到他告别 什么那一段 我先头也是 哇 眼泪好什么 因为我要离开了 我现在 儿子知道他们要死 他说 不是的 当一个人 你觉得你是无力回天 一个大的时势 那种情绪下 你可能是一种很沉下来的情绪 但是 那样东西反而是更加令人震撼 那些 很多时候就是了 我觉得演员 其实真的 你用什么方法去演都行 但是 你要找一个最 到底你这个角色 什么是最适合他 你现在说回我 我很有印象 《告别伦敦塔》 是的 《告别伦敦塔》 那场戏你是做得很好 我真的记得 很感到的 很突出 在那里 你也念得很有沙剧的味道 我记得 我记得很好 那场戏 就是你选择那种 不是 敷天 哭了 那种 而是 和你说的 都形势被人强 是的 形势被人强 没有事可以做 其实事件 观众已经完全明白 你的人会是如何 所以你不用再做给别人看 是的 是的 和王后也有 是的 王后那种感觉 很好 是的 施兰 时间到了 好 很开心 很开心 在这里聊天 遲些你有空再来 好 多谢 多谢施兰 多谢各位观众 拜拜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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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